《财经世界》 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那我们今天上午来聊一聊 这个新科技 那从海伯利安到赛博朋克2077 这个都是描述一个 AI时代的这种视听作品 大家都会觉得 好玄幻 很科幻类的这样子 他们都在不厌其烦地 绘制科技时代的一些 技术 建筑 还有当时的生活状态 还有乐于讨论 这样这个赛博时代与生存 发展 共生相关的一些 哲学性问题 但是也不得不得考虑的是 当这个AI退下了虚幻的面纱 以前阴谋化的方式 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的时候 更为必要的是 要跳出技术的表现形式 来追溯它的发展动力 过往的五年时间 近千亿的资金 注入了医疗人工智能赛道 影像AI 新药研发AI 还有像机器人 AI 智慧医院等等 细分赛道 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那么外界的持续的资认之下 AI已经在医疗中的 方方面面落地生根 成为媲美物联网技术一样的存在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那么超过千家的企业入局 但是少有企业是实现盈利的 下面一个五年的话 当资本的捐流不再馈赠 围绕AI的企业们 能否来注建起成熟的造血功能呢 依靠自身的力量能活下去吗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 医疗人工智能如何盈利 AI发任时的目标作用方式 在对于过往的人类活动的替代和优化 实现智慧赋能下的一个降本增效 可谓是AI 1.0 这十年的发展 这类医疗AI对于医生的诊疗效率 还有向患者看病的流程的优化 已经都是很成熟了 没错 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就是不少的三甲医院的门诊大厅 其实没有过去那么拥挤了 线上的智慧化信息流解决了问题 而这个过程当中 AI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地探索 与临床深度结合的可能性 那么尝试以优化临床路径的方式 来赋能医疗 由此而生的产品 在报告内是被归类为是AI 2.0了 AI 2.0是AI 1.0应用场景范畴的延展 与AI 1.0的差异判别 是在于是否能够将知识与算法深度融合 对已经有的医疗流程进行重塑 那简单来讲 初始的AI注重于强化作用主体的效率 而进阶的AI是有能力将流程进行推导重建 围绕AI能力建立新的秩序 此外 医疗AI 2.0的价值创造方式 也与1.0版本有所不同 1.0时代是覆盖式创新 也就是说是肺部做完了转向脑 心肝等脏气 而在2.0时代的创新是以1.0的创新成果为基础的 单点是创新 也就是说是各企业在各自的领域探索AI的深层次价值 没有形成1.0时代的一个AI产品矩阵规模 两种AI是以各自的方式赋能医疗体系为协同关系 而非竞争关系 目前的医疗AI行业已经有不少成熟的AI 2.0是应用 那么在这背后日益丰富的高质量医疗数据 以逐步多样化的一个算法 为AI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那么从1.0到2.0时代的一个跃迁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决定AI品质的算法算力数据三个要素当中 真正能形成壁垒的还是这个算法和数据 以辅助诊断类的AI为例 AI 1.0的时候全球范围内的都是缺少这个开源的医疗大数据 AI企业能够直接获得的数据其实很少 存在数据量少 标准化低 还有这个标注成功率低 数据类型有限等等问题 在这个阶段呢 企业获取有效数据 即必须与医院进行合作 在取得脱敏数据之后呢 对其进行分类标注训练 由于整个过程都是要人工来进行的 所以说投入有限耗时机长 尤其要获得高质量的标注啊 那么企业还有医院就必须要找到 很资深的医生来进行标注 这个标注的难度也就因此大大提高了 如今伴随着AI的技术是越发成熟了 2020年开始 大量的医院自发加入了 单病种影像数据库 第三方检测数据库的构建当中 这个数据量也是呈现一个指数型的增长 AI企业进行了新式印证开发 面临的难度也是骤减 加之啊 第三方数据库是逐渐形成规模 医疗AI的产品丰富程度也是随之来增长 AI企业所打造的数据壁垒开始削弱 算法壁垒的作用开始凸显 总的来说 无论是AI1.0还是AI2.0 医疗AI的价值都在于通过智能化 重塑数字化医疗 这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 尽管不同的阶段的AI各有其价值 但是资本对于这个赛道的偏爱 还是能够通过数据很直观地体现出来的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AI辅助诊断 与基于NLP的医疗知识图谱的构建 是医疗AI之中跑得最快的两个领域 但是在今年的时候 这个新药AI脱颖而出 成为了整个领域最为火热的赛道 此外同为软件开发 新药AI的估值要比AI支持下的 其他赛道要贵上了不少 同学数据显示 说处于天使轮的项目 都是需要千万元以上的 那么A轮企业募集的资金 是超过了半数 已经是过亿元了 已经可以看出投资人对于新药AI赛道 是非常乐观的 而看商业化最成熟的影像AI领域 21年 医疗AI掀起上市潮之后 相关企业纷纷都递交照顾书 上市之后多家企业表现不俗 不过净利润为负 也是每家企业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情况 有研究者认为说 AI企业仍然是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需要较高的技术研发投入来维持竞争力 保证前沿市场的探索 另外一方面 盈利规模效应是出现苗头 规模还有待于提升 在高额的研发开支之下 有限的营收目前是不足以来支撑 净利润的一个大幅增长 值得注意是绝大多数 医疗AI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正在组部的增加 根据相关的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企业的前五大客户 营收占总营收比率不断下降 那么商业化路径也逐渐是多元分散 这个趋势之下 手握数十亿现金流的AI企业 有充分的时间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来逐步实现盈利 企业的IPO数据 反映了最成熟的AI技术的商业化现状 但是以商业化技术 可能也并非是最具潜力 由此获得的收入 也不能反映企业未来盈利的能力 因此未来的盈利制度 还需要突破诸多门槛 而与互联网5G等跨领域技术一致 AI是这个时代少有能够来独立 形成一个产品体系的技术 但是在医疗领域之中 AI的应用是相对有限的 如今医院对于医疗AI的认知 逐步形成体系 那么监管体系也逐步完善 企业搭建的AI产品矩阵中 可适用的应用场景随之不断扩大 心形势下的医疗AI家 正在不断向医疗的 加AI的进行演变 其作用场景也是从诊疗 不断地像科研保险等场景 不断地延伸 构造新的市场增量 我们也期待在这个行业当中 在这个增量市场当中 会有新的火花出现 好 这一时段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